唐宋威克 开课啦 我甲岛生活在晚唐 早年出家为僧 非常喜欢作诗 在诗词的字句上很能下功夫 下面给大家来介绍我写的一首诗 提李宁幽居 提李宁幽居 闲居少临并 草茎入荒原 鸟宿池边树 声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 一时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 幽七不复言 在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 我去拜访朋友李宁 怕悠闲地隐居在这里 近旁很少有别的人家 只有一条野草丛生的小路 通向荒芜的小园 柴飞紧闭 轻轻敲李宁家门的时候 好像不小心把寄进夜里 塑在池边树上的鸟儿惊动了 因为可以听见鸟儿躁动飞起的声音 有人可能外出未归 我只得返程回去了 走过一座小桥 视野变得开阔起来 依稀分辨得出原野上迷人的景色 夜风轻浮 云角在飘移 趁得山时也跟着动了起来 我暂时要离开这里 但不久还要回来 按照约定的日期 与朋友一起隐居 绝不失言 在创作汉连 鸟肃池边树 僧敲月下门的过程中 我还修改了一个字 原先我一直在想 到底用僧推好 还是僧敲好 有一日 我骑驴入城 在比划这两个动作的时候 不小心撞上了 韩玉大人的马车 没想到 大人不仅没责怪我 还给了我一些建议 后来 我决定把它定为敲字 因为敲字更能表现 李宁幽居场所寂静的感觉 而且也符合我自己 对隐移生活的无限向往 两句好诗要苦思三年 才得以银出 银成之后 不仅使我双泪长流 后来 我须发以白 科举考试仍不中地 虽然近况可悲 但还是深深地沉浸在诗歌创作中 常常为构思加剧而忘乎所以 因此被视为唐代苦银诗人